新冠疫情对全人类的经济活动造成了无法想象的损害 但是也同时带来了不少改变的契机 有经济学家曾经表示 经济活动是受到避免痛苦和寻求快乐两大诱因所驱使 而这次受到疫情影响的消费形态转变 或许也正反映出了这样的观点 为了避免痛苦 许多的消费行为都把零接触当成了最高指导原则 消费的模式也从实体店面转向了网络购物 买房买车就连看病都能够在云端解决 而寻求快乐则是把经济活动又带往另外一个层次发展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我们的消费形态到底改变了多少 来看以下这则专题报道 新冠疫情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也催生全新的消费模式 受到社交禁令与零接触的影响 全世界的人们改变消费习惯 开始大量使用线上购物 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成为最大受惠者 在过去全球仅有9%的消费者 习惯透过网络购买食品 但在疫情爆发之后比例攀升至35% 餐饮外送市场也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台湾为例 外送平台的消费金额在2020上半年 单一季就突破了30亿新台币 全年的外送产值更创下破百亿元的亮丽成绩 因应防疫民众在家工作在家学习 像是OTT影音等宅经济出现大幅成长 民众比以往更乐于付费收看优质的影音内容 但并不是每一种消费形态都能在网络上吃得开 像是时尚产业 买房 买车 休闲运动 很多都受到了限制 不过随着5G跟虚拟应用的发展 让这些产业也渐渐得以在网络世界 开始全新的销售模式 郑先生您好 下面给您详细讲解一下这个房子的内部情况 就是我个人来说 一个月的话有大概30批的一个线上VR带看 房地产市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发展出 透过立体投影跟无人机鸟看外观的方式 提供买家看房服务 在疫情的冲击下 视讯看屋跟一举成为主流选项 而百货公司也早就从去年开始 出现线上线下结合的直播导购销售方式 直播带货呢 那么整体下来我们估计预期在千万的销售了 那么这个有效地弥补了 因为疫情可能前期的一些损失 在这波消费形态转型浪潮中 时尚产业同样展现出创新的实力 推出专属电玩游戏 消费者可以在线上购买虚拟限定 没有实体的产品 根据Fast Company的报道 前爱迪达总监穆林斯 Ryan Mullins就设计了一款游戏Eglate 成功让玩家花费一万五千美元 买下多双知名品牌 稀有鞋款的虚拟版本 荷兰时尚新创公司 The Fabricant 也在网络上推出一件要价9500美元 只存在于Instagram上的虚拟洋装 看准电玩游戏提供的沉浸式体验 各大精品也积极与游戏业者合作 推出自家品牌的专属游戏 除了可以让玩家在游戏世界中 花钱购买虚拟角色的造型、持装 也一举拓展在年轻族群间的知名度 无能出门的空虚感 就靠越来越成熟的5G和VR技术 提供沉浸式体验来满足 Made Unframed 是一个重要的展示 你能够与你能够与你 是一个可能性 能够在你家的历史 在时代你可能不可以 来到室戏的室戏 你完全没有在路线 你能够与这些历史的历史 你能够与这些历史的历史 在享受这些历史的历史 然后自己变成一部分的故事 在5G的应用之下 不只可以在家胜利起敬 参观博物馆 上虚拟酒吧和朋友们一起喝一杯 或是听演唱会、看球赛 只要网速够快绝对不无聊 宅在家运动 也在疫情期间越来越夯 不只适合在家运动的器材 出现销售成长 在台湾也有业者推出 日租运动器材方案 让疫情期间 不能到健身房运动的消费者 避免防疫胖 保持好身材 美国则有实体健身房 特别推出与VR电玩的结合产品 提供消费者不一样的新鲜体验 这场意想不到的全球灾难 让人们加速进入数位生活 但人们对实体销售的依赖 真的回不去了吗 至少从逐步解封的美国来看 民众的实体消费行为 正在缓步回升当中 或许对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 逛街的乐趣还是在于 亲自挑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新冠疫情让全球的供应链 和消费市场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不只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以及想法 同时也影响了商业的模式 从去年到现在 我们看到了一系列 为了要防疫而生的科技 不断地被推出 实体销售则是朝着数位转型的方向 修正和更新 这些新的销售概念跟商机 在今天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 我们的科技达人 天天车把的吴伯峰总经理 吴总 还有我们的文字记者唐玉权 玉权 大家好 是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到底说现在呢 因为整个疫情的关系 受到这样的影响 我们发现从去年开始 这个大众运输系统 都是改为自己开车的方式 那么现场购物少了 都改成了网购的方式在进行 到底还有什么样 国内外特殊的消费行为 首先我们让我们的记者 玉权来帮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就是所谓的疫情 现在就是改变了大家的生活习惯 也改变了大家花钱的方式 那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业者 他为了要继续生存下去 他就改变了自己的销售方式 我现在要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新加坡 在当地的地标克拉马头那里 就是有一间非常知名的夜店 他过去是很多年轻人爱去的地方 但是在2020年3月 就是疫情爆发之后 那就是新加坡当地 把很多娱乐场所 像是卡拉OK啊 酒吧电影院都关闭了 那这间夜店他要怎么继续的 就是让自己有办法产生一些营收 他决定跟异业合作 就是跟当地的健身房 他租了很多的飞轮器材 然后在很大的舞池里面就摆放了50台的飞轮 然后搭配夜店灯光跟音乐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像时下很夯的健身教室这样 那还有就是像虚拟线上化的服务 日本有旅游团就推出了虚拟的旅游团 他一个人缴1000块钱的日元 就300多块台币这样子 就是可以去东京很多民胜地区参观啊 那这1000块钱他还会把它换成当地的民产 直接寄到你家 就是让你很有就是真的在旅游的感觉 那当然还有云端线上看车云端赏房 你还可以布置虚拟家具 那还有就是呢 我们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无人化的技术 像是广州现在疫情蛮严重的嘛 就是有一名富人他被确诊了 就是印度的变种病毒 所以就造成本土病例连环报 那当地的百度呢 就推出了无人车来帮忙运送防疫物资 那像是京东物流 他有推出他的无人配送车 来帮忙运送这个防疫物资 就是达到临街处的这个防疫原则 那最后一个就是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就是变得很流行 就是我现在要用的话 我再去租就不要直接买 那像是比如说台湾现在健身房 没办法营业 所以又是有一些健身房就把 闲置的健身器材租出来 用公斤计费让你在家里避免 就是不能重训的话会防疫肥 对 然后就是可能你也可以在家里 就是日租去旅店 日租一个房间变成防疫办公室这样 好 其实我们知道 现在出门的时间少了 大家都尽量不要移动 那么所以现在大家对于花钱 这个事情也开始想到我们要节制 所以现在就有一种 使用者付费的观念就产生出来了 那么在这波疫情越来越盛行 那么除了刚刚我们的记者 郁全特别介绍 有这个日租健身器材之外 还有哪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日租消费 我们等一下就要请总经理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说您的天天车宝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郁全告诉我们 还有哪一些是这种日租的消费呢 就是像我刚刚介绍的日租办公室 其实除了文创旅店 像台北一些比较有名的大饭店 也都有推出这样的异地办公服务 那你如果一天付2000块钱 就可以享受星级的服务 不过他租的时间很不一样 他不是租一个晚上 他租的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钟 就是平常上班族做办公室的时间 那还有像是 就是有一些疫情之前就有 比如说日租的奢侈品啊 你可能就是佩戴珠宝去婚礼 去毕业典礼 你可能判断你以后不会再用了 可是你当下可能会需要这个需求 那我们就用租的 就可以省一点钱又有高级的享受 那还有一个概念 其实这个疫情之前也有 是日租宠物 就是猫狗 对 但是这个疫情之前虽然有 但是在疫情之间 就突然变得一个很热的话题 因为大家居家隔离可能会就是很寂寞 很需要宠物的陪伴 但是这也衍生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像是猫 它其实是一个很认身 然后可能很挑环境的动物 那你每两天给它换一个主人 每两天给它换一个生活的环境 会不会有一些 让它有一些生理上的问题 也引发大家想说是不是日租这个概念 什么东西都可以有 好的 虽然说我们知道说使用者付费是非常方便 但是就像刚刚就是玉泉就讲的 有些大家开始思考 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日租 但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 这个车险是不是适合日租呢 这个我们就要请吴总来告诉我们 因为您现在做的工作 已经好像帮大家找到如何突破这个盲点了 所以请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您这个天天车宝这个全新的概念是如何 是 吴总 车险保费目前在法规及实物面上 很难做到有开车才付费 所以虽然车主觉得很多天没有开车 但是虽然缴了一整年的保费 觉得很不公平很不划算 但是其实对保险公司而言 它还是提供了一整年的车险保障 那天天车宝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车载系统 而且已经在台湾申请专利通过 那车主只要申办这个车载系统 我们公司就会送两万元的车险保费 而且直接汇款给车险公司 并由保险公司直接开立收据跟保单 而且提供相当的保障给车主 那这个系统我们提供了一些功能 比如说失窃的提醒 那行车的记录 车主的用车习惯等等 所以当车主开了一天车 就等同用了这一天的系统功能 我们就会收一天的系统服务费 也就是一百 那一年开六十天 我们就收六十天的系统服务费 开八十天就收八十天 开一百天就收一百天的系统服务费 不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天天车宝 它不只是定义自己是一个保险的行业 其实它是一个科技的产业 所以我们想要知道说 未来这个天天车宝 这样就是等于是使用者付费 而且是分时付费这样的概念 未来在科技的运用上 我们还有哪一些前景可以期待 其实这个车载系统 是在我们车子上面 加装一个硬体设备 然后结合一个软体的系统 那这个整个车载系统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是失窃的提醒 比如说我车子停在路边 不小心万一被人家偷窃 或者是被脱掉了 我绑定了这个手机上面 手机会直接推波告诉我说 我的车子现在有进入非法移动的状况 这是第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是驾驶的用车习惯 比如说我们常常在开车 可能我急加速或者急减速 或者是转弯的时候 转弯过快 这个其实都会在 记录在我们这个云端 这个系统上面 车主其实他可以在用路 这个自己的账号登录 就可以查到自己 我整天开得多快 然后是不是我开太快了 我应该要转弯的时候慢一点 这样子其实是会降低 我这个整个事故的发生率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用车记录 就是这个系统上面 它会记载我们的引擎转速 变速箱的转速跟这个电瓶的容量 那未来我们会更新到 它可能可以侦测到我们的 比如说轮胎的胎压 这些东西我会主动 如果在它不足的时候 我会推波在用户的手机上面 达到可以主动安全 就不用是我每天每次去 要到车场保养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的轮胎皮太薄了 我的刹车皮太薄了 或者是我的引擎 电瓶都已经损耗了 这个是可以达到主动提醒的功能 好 那我们想着说 您这个天天车保 这种使用者付费用多少 使用多少付多少钱 您的这个概念 是在这次的疫情之下 研发出来的吗 还是原本就在你们 预计的规划之内呢 其实这个在疫情前 我们就有这个发想 因为我本身在保险业 从事了将近20年 那因缘际会转战到科技业 也想出这个 InsuteTech的新的商业模式 那刚好又遇到疫情 我发现很多人都在家居家办公 没有办法上班 所以减少了很多开车的机会 那为了帮大家省钱 就想出这个新的商业模式 那在这个时候推出 也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好 那我们这样说 天天车保 其实在台湾 已经是有一段筹备的时间嘛 你打算什么时候正式的来开始来 就是大力的推广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我们天天车保在台湾已经运行了两年 已经筹备了将近两年 那预计是今年的7月1号会正式推出在台湾的这个市场上面 是 好 我们知道说您现在这个想法是非常的新颖 那么听说您的这种模式 其实也非常的绿能环保 怎么说呢 天天车保的精神就是有开车才收费 没开车就不用收费 所以很多车主会基于这个原则上面 就减少开车的习惯 比如说我短程的购物 或者是缴费等等 我原本要开车去的 那因为为了要省这一天的系统服务费 我就改用走路的 或者是改叫外卖 那这样子就会减少开车的习惯 那减少开车呢 相当的就会等同我做了一次环保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少开车 我就不会发生交通事故 那我少一次交通事故 就可以帮社会到那种 省了非常多的社会成本 比如说警察车不用出动 交通大队也不用来 救护车也不用出勤 最重要的是不会塞车 那这也是我们推出这个新的商业模式 额外得到的附加价值 可是您这跟您的那个 您的这个所谓商模呢 是不是有一点这个 有点挑战 因为您是希望你的客户 使用多还是使用少呢 其实我们是希望客户使用少一点 因为使用少的就能够 帮这个 就能够有绿南的这个观念 而且使用少它不会发生交通事故 这个是我们其实推出这个 这个使用者付费的最终的出发点 好我们其实知道说 这个天天车宝有一个地方很厉害 就是会替你来看紧荷包 所以刚刚我们总工经理也在这样讲 他要帮你的保费来精打细散 所以就请教吴伏翁总经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呢 申办天天车宝这个系统我们有四大的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申办这个系统 我们会赠送两万元的车险保费 而且这个保费是直接汇款给保险公司 那第二个是每开一天车只要缴一天的系统服务费 那而且收费的上限是一年只收120天 对那第三个是当车主缴交了一天的系统服务费之后 我们会再额外送给他100元的商城点数 这个商城点数可以在我们daydaygo的商城里面 做1比1消费折底 对那第四个好处就是 如果这个车主一整年开车的习惯都 驾驶习惯良好 一整年都没有发生交通事故 我们会再额外送他1万元的商城点数 那总共有这事实上的优点 所以这个是对用车人来说 是非常经济而且贴心的服务 好这个是一个保险的概念 其实也是一个用科技来 一起来加入这个环保绿能的 这样的一个一种概念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雷达里欧他在近期的访问 他就说创造与适应 是人类最强大的武器 也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整体社会都做了不小的变动 很多的消费以及销售的形态 也进行了调整 各行各业都或多或少 有转型的念头还有行动 因为我们认为年租比较划算 就现在没有想到按日来计算 可能更贴近现在时代的需求 像天天车宝这样的一个想法 也许会是这个疫情之下 另一个保险市场力推商品的项目 在今天就非常感谢天天车宝的 吴伯峰总经理 以及我们的记者玉泉来节目当中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疫情之下 产业的变化 以上就是今天的会演看天下 未来更多重要的国际局势消息 以及背后的内幕角力 请您持续的锁定 同时也欢迎您上YouTube网站 订阅以及分享 我是黄宝慧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了